1949年是两岸关系的历史性的分水岭 2009年可能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并不知道它在历史里头的意义是什么 2009年的年底在哥本哈根 召开了最重要的气候框架 全球暖化的最重要的一题 只有那一次的气候大会里头 全球环保团体给予无限的期盼 包括文前十业周报 我们也派出了庞大的采访队伍 那个时刻胡锦涛出席 我爸妈出席 全世界的重要领袖都出席了 各界给予无比的期待 最终无功而返 所有的气候谈判 几乎全排的失败 只留下了一句话 全球的气温只要在上升两度 人类不管是海平面 还是气候的变迁 都可能面临灭绝的状况 两度 三度 四度 五度 六度 等到六度的时候 就是多数的生物 包括人类的灭绝时刻 必须控制在两度的温度里面 这个是哥本哈根唯一留下的空洞的口号 没有任何的具体承诺 那个时候担任联合国气候变迁 框架公约的主席 德普尔愤而辞职 在整个全球暖化的科学圈子里头 引起很大的震惊 从那一刻起 他不再相信国家机器的政治领袖 因为他知道这些人 只在看四年的选举 五年的国家经济发展 他们不会为了下一代的年轻人 下一代的孩子们的生存权而努力 德普尔开始在民间奔走 他希望借由民间的力量 来改变全球不断暖化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 德普尔来到台湾 文钱世界周报对他进行了专访 2009年底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会议 曾被全球环保人士寄予高度期待 希望可以达成据法律约束力的 全球气候协议 接续即将在今年年底 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结果穷国和富国吵了两周 却只拧出一份三页的 哥本哈根协议 内容频伐空洞 对抗气候变迁的目标 具体做法含糊不清 致力于推广环保的纽约时报 专人作家佛里曼甚至直言 哥本哈根是他见过最糟糕的会议 失望的不止环保人士 会议落幕后两个月 联合国气候变迁框架公约秘书长德伯尔 也请辞 当时纽约时报在社论中指出 德伯尔显然是受够了各国之间 无穷尽的政治角力 在他努力了近四年后 哥本哈根会议 终究无法结出 他深切渴望的果实 一直据约束力 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协定 离开了联合国体系 被誉为全球气候和减碳政策灵魂人物的德伯尔转换跑道 成为安侯建业 KPMG气候变迁与永续发展领域的全球特级顾问 从民间管道对抗地球暖化 德伯尔在KPMG的工作之一 是协助客户拧定对环境友善的永续经营策略 帮助客户适当了解风险和机会 德伯尔辞去联合国职务两年来 联合国的气候会议接连在墨西哥坎昆和南非德班召开 即使德班会议勉强同意把京都议定书效力延长五年 这是全球唯一列出具体规范 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 但是环保人士仍然忧心忡忡 抨击行动计划太过温吞 不足以减缓地球暖化的速度 关键就在于蔡曼 德伯尔认为人类对于地球暖化的意识逐渐提高 但是对抗暖化的努力 却远远跟不上破坏地球的速度 这也是他对于国际场合的协议感到悲观的主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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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恐怕我们将不下降的氧气 二十年来全球领袖年年集会商讨对策 进展却极为有限 Jagin Jody还是因为担心经济发展受阻 其实对抗暖化 你我在日常生活都可以尽一己之力 德伯尔提供一些简碳的小撇步 美国前副总统高尔2006年的纪录片 不愿面对的真相 让世人对地球暖化的警觉意识苏醒 不过高尔也被媒体爆料 居家用电高得惊人 加上私人喷射机 竟成了温室气体排放大户 德伯尔对此也有所警惕 所以既然我们需要旅行很多 我们确保保安 我们确保保安 为为我们有的灵状 我們希望未來的世代問我們 正如我問我們 今天要求更確實的行動 末日時鐘滴滴答答不停倒數 宏大的視野和具體行動 正是今日人類最前缺的一環